标准差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怎么算标准差 好,一样,首页 新增量值 然后这边应该就是 标准差 新闻公告期 等于什么呢 好,这边我们要用公式 叫做STD 有看到,这边有 STDEV.P STDEV.S 这两个稍微要知道一下 STDEV.P 这个是针对整个母体 有看到,根据所指定的整个母体 那请问一下我们能不能 就是我们在做抽样的时候 我们几乎都不是做整个母体 我们只有取其中部分 但是因为大数据分析 我们用的资料已经够大了 大到你可以视为是一个母体 所以你用这个公式 应该是可以的 那如果说你还是要把它视为是一个什么 样本 这个S是Sample的意思 就是取样 好,就是我现在呢 我新闻公告只有做2016到2017 所以这还不够代表说整个网站的一个期间 这个时候你可以用样本 不过这两者之间差很少 差一点点 所以我们做一个什么T-Test 是可以的 因为真的误差好像0.01 好 然后我现在就先用还是用样本 估计标准差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要用什么 是不是还是用data里面的期间 新闻公告期间 去算它的一个标准差 然后接下来呢 一样在这个地方 我就呈现 我用这个 这个工具 呈现我算出来的一个标准差 新闻公告期 所以算出来是1500 1500 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吗 就是它标准差的范围 是非常非常大的 是非常大的 好 我画在白板上 大概给你们看 它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值是多少 这个值是200 这个值是200 然后接下来往左边推 1500 那就是 负多少 负1300 到这边 200加1500 1700 负1300到1700 这个范围 里面只有 64%的资料 在里面 这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主要就是因为 有太多太多日期 落在那个什么 80年后 可以了解 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 所以 其实 当你今天 你去看这样子一个资料 就会发现 其实 那个新闻公告 我们去分析这些东西 可以了解 有些新闻 可能因为它的特殊性 那既然要 这么长的一个新闻公告 我们 是不是应该要去 做在另外一个网站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因为 针对它的新闻公告 其实是很长的 通常一个网站 你觉得会做多久 这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 这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